我就去找了王石先生 我说我直截了当 我说我想要一套房 但是我没有钱 王石说 你看那儿有一座山吗 我说我看到了 他说咱们去爬山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山在那里 我们爬的这个山很有名 叫喜马拉雅山 我在跟他往上爬的时候 他大气都不喘 但是我很痛苦 在爬的路上 我忽然想明白了 他为什么要带我爬这个山 他其实是想告诉我 每个人的成功 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要一步一个脚印 扎扎实实的 才能有那份收获 我就告诉他 我说王总我想明白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 带我爬喜马拉雅山 就是想让我知道 这个人生的道理 他说不是 我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又回来找冯总 他说潘石屹你总认识吧 我说潘石屹我认识 而且这个人特别和善 挣了几百个亿 然后不忘家乡 特别擅长这个公益慈善 就是他给家乡建的那个厕所 还是我给捡的彩呢 他说你去找他 我去找潘石屹 我说我想要一套房子 但我没有钱 潘石屹说这是小事 你吃过我们家乡的苹果吗 特别好吃 你尝一尝 我吃了吃 他那个苹果很好 他说这么好的苹果 卖不出去 对于我们来说 比房子卖不出去 还心痛 你能不能帮我把苹果卖出去 我就跟他一起卖苹果 卖得特别好 后来我们把苹果都卖出去了 我说这回我可以理直气壮地 跟你谈房子的事了 潘石屹说 哎呀 就因为这个房子 我已经卖出去不少苹果了 谢谢大家